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兴电有线电视每年都会举办影响阳光活动 鼓励长辈走出户外结交朋友拓展生活圈 在深坑山区一间香草园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台湾白吉 待会的新闻就带您去看看它美的踪影 第18届俄罗斯阿基米德国际发明展 新北市共有81位发明人荣获18项大奖成绩亮眼 新北市卫生局查验网络壮扬减肥产品 多项产品违法添加西药以勒令撤除网页并查办 今天的走路台湾故事一起来关心 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玉林金狮症所面临的失传危机 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大新店有线电视多年来也积极关注银法议题 每年更举办影像阳光活动 鼓励银法长辈多到户外走走 结交同年龄的朋友 丰富生活圈 也借此让身体更健康 获得长辈们高度的肯定 大新店有线电视常年来致力于推广银法族休闲生活 每年都会举办影像阳光活动 带着长辈到户外走走享受乐活人生 今年的影像阳光活动也在6月18号盛大登场 今年总共吸引了近40位长辈参与 年纪最大的甚至已经高龄93岁 另外也有不少夫妻党一起报名参加 大新店有线电视总经理汪先生表示 今年度大新店规划了翡翠水库 以及直潭浸水厂两个地点 都是相当适合长辈参访的行程 来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 领略大自然之美 心情开朗 身体也更健康 大新店有线电视 举办这样的一个影像阳光活动 最主要就是鼓励我们长者走出户外 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教教一些同辈的一个朋友聊聊天 那享受一下一个乐活的一个生活 除了走访大家平日难得可以前往的翡翠水库 以及直潭浸水厂 大新店也安排长辈体验播报新闻的感觉 一整天的行程充满乐趣与挑战性 长辈们都觉得相当的有意义 从早上一直到参加那个水资源 到现在这个到录音室这个这些活动 真的我都觉得说是一个知性之旅 因为以后也不一定会有再这个机会了 对我们这个长辈也好 社会也好 都蛮大的这个贡献 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 今天能够接触这三方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这方面 那使我们这方面多有一个体验跟认识 那是非常的有意义 同时也是一个增进我们银法族的一个联谊的活动 增进我们的身体也有帮助 大新流星电视善尽地方媒体责任 期待能够在高龄化学会的今日 共同关怀银法族相关课题 除了外活动 紧接着还将开办银法族电脑教室 为长辈们打造健康乐活知性的丰富多彩生活 记者成品 接着要带你来看一种相当特别的植物 叫做台湾白吉 台湾白吉因为具有药草效用 因此呢在人们的过度采集下 逐渐在野外消失了踪影 不过呢现在在深坑山区的一间香草园中 却出现了台湾白吉开花的美丽画面 香草园主人高春燕说 这并不是他刻意种植的 其实呢他也是到了花开之后 上网一查 才知道这就是罕见的台湾白吉 所以呢连他自己都相当惊喜 粉紫色的花朵娇艳盛开 这个美丽的植物就叫做台湾白吉 又称作为紫兰 由于具有药草作用 使得台湾白吉在山区野外逐渐消失踪影 山坑青山香草园主人高春燕就说 就是因为人们的过度采集 让台湾白吉现在是难得一见 因为人们过度的采集 跟燕红肚子百合一样 把他的球精啊 根啊 还有那个花啊 还有那个叶片啊 都把他采集做去药用啦 所以最后他就 你在野外平地都不容易看到他 香草园内的山壁边上 台湾白吉自艺地生长着 但这其实并不是高春燕可以种植的 他笑说应该是园子里的生态环境良好 所以这些台湾白吉是自来种 刚看到的台湾白吉呢 就是它我们讲说自来的 就是这边有个好的生态环境适合它 因为第一颗它怎么来 我不晓得可能是它种子飘飘飘飘到那个墙壁上来 那后来我发觉它跟那个燕红鹿子百合 是需要同样一个向阳的那个坡度 然后它比较排水性良好 然后在那边就是说它就自己繁衍 而来到香草园除了可以就近观察各种丰富的生态 高春燕也利用种植的香草酿制了香草醋 在炎热的夏天来上一杯 酸甜的醋饮格外消暑 另外还有特别的香草豆干 搭配着自家手工制作的五行小菜相当开胃 高春燕表示因为自己热爱自然生态 所以才开始经营香草园 现在假日开放一般民众入园 平日则接受机关团体预约 欢迎喜爱大自然的民众上山游玩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深坑采访报道 2015年第18届俄罗斯阿基米德国际发明展 台湾共有108件作品参加 其中新北市有81位发明人 并且荣获了八金六银四铜的好成绩 因此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24号上午特别接见了获奖的优秀发明人 同时颁发奖状肯定他们的研发实力 2015年第18届俄罗斯阿基米德国际发明展 新北市发明人共有81人 荣获18项大奖成绩相当亮眼 6月24号上午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特别接见发明人 并颁发奖状肯定他们的研发实力 非常感谢我们这80几位的发明人 那也有一些在学校的同学 能够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也有一些社会人士 大家的发明就是未来 我们生活上面的享受 不管我们今天 十一住行娱乐所用的每一项东西 都是由于大家的努力 我们才有今天的成果 这次的得奖作品相当多元 包括了居家生活 环保节能 以及医护保健等方面 而在获奖发明人的行列中 也赫然看见前篮球国手 周俊三的身影 他和德林技术学院师生 以备其呼吸管获得银牌 另外圣约翰科技大学 在这次发明展也是大放光芒 像是这个获得金牌的发明作品 智慧点滴监控与管理系统 则是利用重力感测技术 侦测点滴是不是快没有了 再将资讯传送到管理司服端 同时透过警示系统通知 让医护人员能够准确的知道 更换点滴的时间 免缺的要不时奔波病房和护理站的时间 透过这个重量侦测 这个快要到达他的那个 侦测的量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 我们因为是看完兵之后呢 每一个点滴 他的这个资讯都在这边 当我们一旦住院之后 这个时候的点滴的资讯 会一次的透过广播 譬如说你假裏有几百台 同时在打的话 他一次发生出去 所以每一台都不需要忽视去选 在这次的俄罗斯阿基米德国际发明展中 台湾共有108件作品参展 其中新北市就获得 8金6银4桶的好成绩 显见新北创新研发的雄厚实力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 会积极支持创意能量 协助研发成果商品化 让这些创意作品 能真正的应用于社会 记者杨榜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卫生局抽验网路上宣称有 壮阳减肥丰胸效果的产品 41件当中包括鳄鱼精 鲨鱼精等4件产品 减出参有威尔钢 另外一件4C钻石丰胸产品 则是验出参有减肥药 若美亭等西药成分 而这些统统已经违法 卫生局目前已经通力撤除网页 并且罪办行则 新北市卫生局抽验网路上宣称有 壮阳减肥或丰胸的产品 在41件当中包括了鳄鱼精 鲨鱼精 奥带搞丸铜等4件 被减出有威尔钢成分 另外4C钻石丰胸被验出 参有减肥药 若美亭主成分 西部取名与分态 都是属于擅自输入的不法产品 新北市联合医院 密料科医师周振伟表示 造成男性性功能障害的原因很多 包括了心血管疾病抽烟肥胖压力都有可能 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要求助医师 千万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药物 以免导致副作用 威尔钢这一类型的治疗性功能 勃起障害的药物 它都是属于一个血管疏章的一个药物 那跟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 吸血管的药物 降血压的药物 以及心肌梗塞的药物 它是有一些交互作用在的 所以自行购买之后 有可能在这些交互作用引起的一些副作用 包括就是血压的一个低下 引起这些头晕目眩 甚至晕倒的一个情形 至于女性因为爱美 常会购买网路上一些声称 有减肥效果的产品 反而危害健康 营养师就提醒 最好的减重方式 还是要运动 以及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 减重是切勿超之过急的 那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减重的话 应该就是正常的减重 应该要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 就是减轻以美目前体重的5到10% 为它减重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目标 然后每一周大概减轻0.5到1公斤 这样是减重的一个正常的速度 卫生局提醒非法制造或是输入 添加西药之产品 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 记者声评张门琪 新北市采访报导 广告后是走路台湾故事的专题报导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看数位电视享受数位生活 现在申办数位电视 年久就送您生活 数位家电好理六选一 快播打29173939 谢谢你 让爱可以传递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谢谢你 让台湾经济弱势家庭 不用挨饿 得以温饱 谢谢你 让他们看见希望 我是孙悦 请捐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 1919实物银行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相当重要的一环 而已经有130多年历史的玉林金师镇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怕吃苦不愿意学习 导致这项传统武艺面临了失传的危机 其实呢不只是传统武艺的传承发人问津 就连玉林金师镇协会的精神指标 手工轻师的铸造也将失传 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再过不久很可能会逃不过习登的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玉林金师镇为了祝贺风源慈祭宫妈祖诞称 特地大展身手表演失传已久的势头舞 以及虎虎身风的拳法 不论是拳法还是兵器 都让民众是大开眼界 玉林金师镇动员了130多位团员 几乎是拳员到齐 我们从日本时代表演到现在 就出到现在就对了 这次我们那些年没出来了 大家就有那些 在说今年要出来了 柯仁老杰要去幽兴一下 逛一个妈祖一下 所以说我们今年才有出来了就对了 本属福建南权的一个支派 传到台湾至今 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 由于团员平时分布在各行各业 要动员相当的不容易 这一次几乎是全体总动员的参加绕境 已经是相当难得 当然啦 现在这个时代 要动员到百多年是没那么容易啦 为了生母要做这个祝福 勇春白鹤拳棍法刀枪 各项传统武术精锐进出 玉林进师协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武术大会 让会员们彼此交流切磋武艺 每个人都准备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准备大闲身手 我们这些都是英春白鹤棍 后有一些鸡丝大刀 白头 这些都是古早的鸡丝 还有插人 我早上那些是百万武术 像我们老公我们甩公的时候 我们甩分到现在下来 这会员台会就是要表演 表演武术 西武可以健身防身 更重要是可以保留武术的传统文化 这位高龄八十几岁的阿伯 看后辈威面八风的表演 自己也下场小楼身手 武术最讲求基本功 像年轻人怕吃苦 很少人愿意来学习 传统武艺要保存的话 需要靠政府的大力支持 否则在过不久传统的武术 恐怕就会因此失传 这种的就可能都 有用到体力 还有一些均补的膝补在走 所以这种的练 比较厉害 变成女儿来学习 可以比较少 所以说以后 如果有机会 政府指令 机会就去提供这方面的文化 不仅是传统武艺的传承 要面临失传的危机 连贤惠的精神指标 手工钦湿的铸造者也将失传 制作一个湿头 需要花费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大致上的步骤 可分为胡纸 上漆和彩绘 由于制作的过程 反复废实 而且利润相当的微薄 没有多少人愿意学习 林师傅很担心 这样的记忆流传 会就此中断 这样的湿头统称为青湿 因为湿头的操控 需要配合脚步和拳头 像年轻人热衷于 杂役型的镇头表演 而这样的传统湿头 却反而乏人问津 看有法导好把传统和以前的文化 继续推广下去了 比较旋律时 有法导好还会上到 以前的传统文化和老杰 人家这种感觉 以前的社会的那种人情味 和团结的心态 那种心理 有这个作用 亲师具有灵性 可以用来避邪 开工之后不能随意跨越 而上头的八卦还有七颗星 也是遵循老祖先的步骤所做出来的 传统文化的传承 若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很可能逃不过习登的命运 这时我们要面对的 是用金钱也弥补不回的文化断成 接着来看 播播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宽评光纤上网专案 挑战市场最优惠 200MbE急速光纤上网 每月只要999元 还有超多HD高画质频道 与上千部电影戏剧随你看 6月底前申办加码送4000元毫里 快播2917 3939 减少使用纸张 就可以少砍一棵树 你我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可为地球大大的降温 截止起申办银行 带缴有线电视相关费用 大新店有线电视 就送您超商礼券 玻璃保鲜合作 以及生活提醒小物三选一 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提醒民众 内政部有颁定 房屋租人契约书犯本 并含有签约注意事项 详尽规范出租人与乘租人 应有的权利及应尽义务 提供订约时双方权利义务 使契约双方均有保障 新北市卫生局提醒 肠病毒已进入流行期 人与人互动频繁的场所 如家庭、校园及安亲班等地方 最容易传播 因此吃东西前 和小宝宝玩钱 上厕所后 醒鼻涕后 看病前后等等 殷勤洗手 避免肠病毒有机可乘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 裁决处提醒 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隧道之标线 多数禁止变换车道双百线 用路人不得随意变换车道 违反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 财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罚还 新闻最后提供给您的是特惠商品资讯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为学生族的您 上网有负担吗 想要高速却很贵 担心暑假钱照收 首次装机也要钱 眼看毕业还榜月 搬家一击再收费 现在大兴电宽评 让你上网没负担 限时限量120枚 每月只要879元 四大贴心优惠 让你的担心通通不用钱 大兴电宽评帮你省更多 准备你省更多 记录最美好的小事 感动无所不在 国产大豆新鲜安全品质优良 种植大豆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它的肥料食用的少 那它也可以改善土壤 那再来它食用的水分也少 所以可以防止农民收取地下水 可以慢慢改善我们这边的生态 目前我们跟十甲农场那边做器皱 我们种出来的东西马上有人收购 我们一年增口 营兽有230万公顿 大部分都由美国和百姓进口进来 我们国产的民族很少 尤其是大豆这部分 我们国内的需求很大 现在目前来说大豆的这个生产 其实都很新鲜 因为布鲜和菜叙完全都可以记海华 装这个大豆是比布水条更好 比生粉 收容比水条更好 水条挡粉 挡粉又忙碌 都贪不多少 冬民主要是炊比较新鲜 所以我是说装这个大豆不错 新鲜还倒入 配合政府的这个转做计划 尤其是这个稻田的帅生豆 的收益不是说在下好 国产的大豆 飞机营改造 今年公布应酬 所以10年的业帖 很有足球的 如何炒过我六月 这期我就来给它提供大豆 近对我们的很多的收景地 我们其实会来种这个黑豆 还是大豆 来做客族 来做新鲜 现在政府在打这个国产的大豆 它都很好的食用 集的这个大豆 大家都来拿来做豆瓶 做豆油 这种我们的食用都非常好 奖励农商器做工艺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农娘署与您在一起 你爬过那么多电视 你有爬出什么心得吗 爬来爬去 还是数位升级后的有线电视最好爬 最精彩啊 都什么时代啦 这家怎么还没数位升级啊 装了这个数位机箱盒之后 电视画面会变得更清楚更漂亮 你看 有高画质国际体育频道客厅变球场 有线上教学客厅变教室 还能掌握买点立即下单客厅变股市 还有线上购物客厅变超市 真好吃 有线电视数位升级 还可以提供上网服务 就像是街上资讯高速公路 好看好玩好方便 数位机箱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箱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差异底 生活更happy 蔡女士 我是来拿监管账户的二十万 你有带来吗 来拿钱哦 对 犯男 不饿 警察不许动 警察不许动 警察 怎么会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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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 系統尚未入障 請再操作一次 奇怪 不是已經會了嗎 為什麼還說我餘而不足啊 小蝦 你怎麼長得越大越呆呢 你是... 表哥 表哥 我好像到你的公司了耶 你... 你在哪啊 表哥 真的是你啊 通常這種老招啊 都是只有阿公阿嬤才會受騙 我頭一次遇到像你這麼年輕的 電力公司怎麼有可能打電話要你去繳費咧 所以表哥你是電力公司的人啊 欸 你現在戶頭裡面到底還剩多少錢 317塊 走 我帶你參觀一下 哇 哇 現在電力公司長這個樣子啊 這... 嗯 這一個啊 就是波鼻妹必殺技啊 專門提供啊 那些考不到老婆 婚姻不美滿的失憶中年男子 讓他很厭愛的感覺 猜猜我是誰啊 這一個啊 就是在江湖上流傳已久的 猜猜我是誰 專門幫客戶啊 回憶起當時甜蜜而美好的時光 你一定要想起來嗎 啊 系統尚未入駕 請從心猜猜一次 這... 我... 好吧 請請 表哥 他們該不會是在騙人吧 哎呀 過來過來過來 過來 還你 還我 嗯 如果我連表弟的錢都騙 那我還是人 表哥 所以你是詐騙集團啊 噓 我跟你說啊 我們這個是服務業 我都把它稱為人生經驗批發有限公司 專門提供客戶啊 不同的人生經驗 所以著收那麼一點點服務費 這...不過分吧 這樣子 一點都不好吧 欸 不好 你看看 我們哪裡不好 倒是看看你 這麼認真的工作 奉公守法 結果戶頭裡面 還不是只有那麼一點點錢 唉 這樣好啦 我缺人 你缺錢 這一本拿去讀吧 詐騙也有SOP 江湖盛傳詐騙必殺技 親愛的用戶寧口 根據我們的記錄顯示 你機簽我們電話費三萬五千六百塊錢 什麼 你都講了 那我大膽的推測 你應該是被人冒用身份 倒辦賬號了 什麼 你祝你都沒有就醫 那我想你應該是被人冒用的身份 去申請醫療補助 希望你可以提供你的銀行帳號資料給我 讓我幫你查證 讓我繼續 查下去 第二步 拿出氣勢 假冒檢察官 他們一慌 官財本都會送上門 什麼 我給你做人家 這雜貨我會考試我 因為基於偵查不公開 所以你不可以跟任何人來透露案情喔 我聽你在碰碰 你如果檢查官 我不是要你高總統 你在騙三個小孩就 好 表哥 你沒事吧 沒事啦沒事啦 他一下子就好 好 老闆